鉴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,湖北省体育局红山体育中心近日发布通告,今向有关部门申请,湖北阴东游泳跳水馆定于6月18日、19日、20日、21日,每天15时至21时免费向市民试运行开放,根据试运行情况确定正式开放时间。 记者18日来到该游泳馆看到,不少市民已在入馆处有序排起长队,保持着安全距离,入池前,市民需要接受体温检测,消毒处理,排队测量体温,扫健康码,合销预约登记,测量血压,无异常者即可入内。 池的话,总共两个池子的话是1420个平米,按道理的话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要求的话是不少于5平方米一个人,实际上我们这控制了200,每小时就200人。 武汉市民周禄当天下午也文讯来到英东游泳馆打卡,除了泳帽、泳衣等运动用品外,他还准备了消毒液等防护用品,他说如今重回熟悉的泳池,可以满足自己的锻炼需求,也说明武汉是很安全的。 整个流程都是符合就是健康的标准的,所以我们就进来游泳比较放心,而且它是限制人流的嘛,然后就是在200个人以内,就是这样保证每个人都是游泳,至少是有安全距离,然后又是安全的。 刚来进来的时候有几道关嘛,重重过来以后,最后才能进到这个游泳池游泳,我觉得还是挺放心的。 湖北省英东游泳跳水馆馆长王永忠介绍,为保障泳客安全,开馆前,专业团队移对场馆进行多次全面消杀,开馆后,游泳馆每三小时会开展一次消杀工作。 此外,馆内更衣室淋浴房将间隔使用。 王永忠介绍,场馆内已进行了两次全面的严格消毒消杀和泳池的彻底清洗换水, 符合疫情防控检测标准,让游泳者安全到来,安全离开。